盘点近期游戏热门事件 4月26日,动作冒险游戏剑星登陆PS5平台 但是女主衣服的服装却遭到了和谐 此举引发玩家们的强烈不满 因为在此之前,剑星官方明确表示 游戏在所有国家地区发售的都是相同的未删减版本 包括日版,结果发售没几天,服装就惨遭和谐 因此很多玩家怒骂官方宣传欺诈 虽然目前还不确定是索尼和谐的 还是渐心的开发商自我阉割 但是已有不少玩家,为了表达不满和反对 纷纷晒出退订PS会员的截图 以此方式威胁索尼 前战神制作人,在节目中也谈到了此事 并言辞激烈地批评了这一行为 如果索尼真的对游戏做了审查和谐 那就太可耻了 业内人士甚至还发起了请愿活动 要求游戏恢复到和谐前的版本 目前已有6万多人签名 不过这项活动,也招致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甚至是死亡威胁,一名用户悬赏2万美元让它消失 目前这个金额已经提高到了5万 主位业内人士发文表示 希望FBI能够进入调查 同时发了一张印有自己头像的悬赏令 表示再这样下去,自己就要变成海泽王了 对于此次和谐事件 渐心的制作人金亨泰回应 内部还在商讨具体的处理事宜 未来会给出一个答复 航海王壮志雄星宣布将于5月16日进行手册 这是一款基于航海王IP打造的横板3D动作游戏 魔方工作室大家应该都有了解 知名漫改游戏《昏仁者》就是他们研发 所以质量问题不用太过担心 目前官方一共放出三段剧情演出 分别是锁龙对战鹰眼 纳美请求陆飞帮忙 以及陆飞大战阿龙的情节 不得不说,这剧情演出的质量真的不错 而且相当还原 比如鹰眼拿出小刀,摆出不屑的表情 说出那句经典台词 很不巧,我们又比这更小的刀子了 还有纳美向陆飞求助的情节 表现形式和原作有所不同 在原作中,纳美看着自己用了8年时间守护的村民 宁愿死亡也要讨伐阿龙的行为 内心直接崩溃 而游戏在这里插入了一段回忆 进行过度,从纳美被梅尔收养 到离家出走 再到阿龙一伙,入侵并占领了可可西亚村 逼迫村民交保护费 最终梅尔将所有积蓄付给了两个女儿 自己却被阿龙残忍杀害 情绪层层递进 直到最后一刻爆发 纳美绝望倒地 拿起刀子狠狠地刺向了肩膀上的刺青 将积攒的长达8年之久的悲伤 不甘和愤怒,全都发泄了出来 不得不说,情绪渲染真的可以 这段剧情也得到了不少动画粉丝的认可 不由得让他们回忆起了 曾经看翻的那些时光 目前游戏评分高达9.9 结合网友评论 可以看出玩家都很期待这款游戏 为了获得测试资格 可以说是想尽的办法 有任魔方为一副的 有疯狂夸赞的 表示自己看海贼有50年了 真心希望有一款能打的海贼手游 现在我看到了希望 还有因为种种原因 选择全心全意的魔方海贼王的 更有逆天网友疯狂夸赞火影 宣称自己从未诋毁过火影仁者手游官方和策划 通过在评论区对魔方表忠心的方式 表明自己是大大的良民 从而希望能够换取到游戏内测资格 当然也有直接和打诈评玩家 进行友好互动的过激评论 总之非常抽象 不过这侧面反应 玩家对这款游戏认可和期待 备受瞩目的恋爱射击游戏 美少女妄华金一文雪女 在经历了数次跳票之后 终于在4月26日正式发售 结果玩家上手之后发现 雪女居然扣死了原神中的雷电将军 甚至还有变身演出 这段情节迅速引发热议 因为雪女的设定是一个宅女 她扣死雷电将军 游戏中叫电电将军 是为了在一款名为剑身的游戏中 抽取名为八重玉子的角色 雪女认为 这样抽卡出货概率更高 结果还是歪了 真实程度引起舒适 根据玩家总结 雪女一家都是游戏人才 她的母亲玩公主链接 父亲玩ipex 爷爷玩FGO 自己玩原神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如此抽象的剧情 放到整个游戏界 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网友吐槽 难怪游戏从最初的23年8月25日 跳票到了12月22日 接着又跳票到24年4月26日 原因终于找到了 玩原神玩的 原神在4月24日 推出了全新周本boss仆人 但是有人发现 仆人的技能动作和黑魂3中 弗里德的技能动作有些相似 而且两人的武器都是镰刀 有人说是抄袭 也有网友表示 这套动作非常常见 不算抄袭 不知大家如何看待 那么以上就是近期游戏热门事件 这个系列会持续更新 喜欢的话 还请多多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